现场升降台车向后翻倒 车轮翘起 后方黄色的升降台更是直接崩落砸中另一辆吊车 这一起事故发生在香港九龙城 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拍片现场 剧组工作人员当时在升降台上准备从半空中打光 但升降台在四层楼高度时突然往后倾斜倒塌 导致上方八名工作人员全部跌落 造成不同部位的骨折擦措伤 其中一人还一度昏迷 幸好送医救治后都已经脱离险境 意外发生当时电影的主角金马影帝黄博 还有中国女星妮妮都不在场 所以也没有受伤 初步研判事发原因疑似是升降台操作不慎量货 对此剧组所属的英皇电影制作公司表示 将全力协助商者也强调开拍前都有为剧组人员购买保险 至于意外究竟怎么发生的后续还要再做深入调查 豆色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导 另外有白鲁还有张琳贺主席